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去收看季节国语新闻 新闻开始来看县府的消息 县府今天举办了新年第一次的县务会议 而会议中除了讨论元旦廉价的灾车问题以外 县长林聪贤也提出了今年的宪政计划 要将交通引法组弱势以及今年政策列为重点 要求各局处要加速规划执行 新年度首次县务会议 建设处 公旅处 陷阱局提出元旦廉价的交通状况进行讨论 而县长也提出今年的工作目标 计划将以交通引法组弱势青年政策为重点 要求各局处加快速度规划执行 今年我们会聚焦在三个重要的事项上面 同时要集中资源 第一个当然就是把宜蘭县境内的所有的交通 包括区内的接驳 区内的系统 区内的相关的跟交通有关的议题 我们要聚焦来做 第二个当然我们要关心弱势者跟高联省 因为现在在台湾社会有这种阶级上面的 大家关心的这个冲河问题 我想依然县政府连续过去 政府宜蘭的这个基础 我们对于高联友善城市跟弱势者照顾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集中资源来做 第三个当然就是关心青年的部分 青年的部分除了是给他们有发展机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创业就业跟公共参与的面向 交通方面从廉价县内的塞车状况看来 如何规划疏解 县府承受不少压力 针对旅游热点 县长表示会结合乡镇市公所一起讨论 而属劳工处业务的青年政策 处长陈长伟认为现在青年关心的问题 包含宜蘭环境的改变 就业 购物 薪资偏低等方面 虽然有些必须由中央去推动改变 但县府会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协助 另外社会处长黄龙冠表示 今年已经规划失能老人沐浴服务 失智老人照护服务 还有协助游民就业 接下来会逐一推动 宜蘭兄弟总黄出汗 请不到 我一直记得师兄姓